为了要抵造企业以及民众新称的所困进行方案部组金 中华呼吨车与中华市公司合作基盘税民会 并且还带来行政与中博办公室工资 来为大家税民新称的组绩和方设 现典去很多民众都来了解 中华呼吨车下六颗明治标西 新冠费用的前逅一般民众和中小企业顺势参丢 所困进行新称的过程是很複雜 作为民众团队 有必要选择政府给大家了解新称的定书 新冠费源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很大 政府超前部署 要来做纾困的动作 中华市公司 配合政府来办振兴纾困的说明会 市長轻做会做 还有在做 我们就要好好给他包奖 实在是很认真的市长 中华市长您设行表示 为了看报告白 申签过程后才是没有办法 他在家里面前已经有民间建议派出自缸 第一次公司专用整台合作民众新称 今天我们很高兴 特别跟我们中华辅任先生来含白 这个纾困振兴的说明会 这是第三条纾困振兴的说明会 我们今天这边疫情对台湾的经济冲击非常大 我们希望帮助所有的民众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让台湾的经济能够维持的 让大家以后都能够有工作 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国台的民修基金会 他们两百块资金来资源 我们中华市公司 所有办的这个 图困振兴的服务 他们每天都派专人来我们的企业 来跟民众帮忙 我们希望所有的中小企业 店家的企业 都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很多民众都说这是看得到 接不到的方案 但是中华市公司是好用 公司杂严林丸 会严格监视每一个新青囊的状况 不是真的需要的民众 请五糖浪费资源 新中华新闻里面 洪中华 蔡凰博德